2003年要完成终身大事的陈晶峰 左跟新娘林又轩依照台南习俗搓汤圆报戏资料照分享 陈晶峰去年影退赛的一句玩笑话 没想到居然成真了 去年9月18日退休夜 陈晶峰当时一度口误说出自己是三个孩子的爸爸 他马上改口是两个 全场却校翻 从球员身份退休后的陈晶峰 今年7月9日在脸书粉丝团上公布 今天早上我们家的第三个小朋友平安出生 和大家分享我的喜悦 也谢谢大家的祝福 是个俊俏的男孩 还会主动笑着逗弄大人 2005年陈晶峰回老家 一边捧着小黄和他握握手 一边谈饲养乌龟 被领悟慢的哲学报系资料照分享 家庭生活是他严格控管的界限 但在这本书中他大方公开与家人的互动内容 除了刚出生的老三老婆 大儿子及女儿都曾入境 而且各有故事 他在有充分的安全感下分享 和家人的喜怒哀乐 每一句话却也再三斟酌 以至于是否要让大儿子瑞扬的名字健康在书中 夫妻都讨论再三 最后同意 以瑞扬的运动会为题 分享父子的共同心情 以及为何一度被小学老师误认为瑞扬是在男性家庭长大的生活片段 陈金峰的哥哥统一师队前总教练 陈连宏也在书中 陈连宏今年4月中到9月中赴美国职棒 顺地牙哥教师队小联盟随队见习 不但以一个完整小联盟球技体验美式训练 也真正尝到了弟弟当年旅美时的生活干苦 这本书也以陈金峰2006年结束旅美生涯 并转战中华职棒Lad News凶手战时的矛盾心情当作结尾 那个矛盾的来源也是与家族长辈有关